《大陸多地發布了勸返在緬甸北部》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 十一長假期間 大量境外人員選擇從雲南瑞麗入境自首 仍有上萬人等待入境 這是中共對海外華人詐騙集團 製出強硬措施的結果 過去幾個月來 大陸多地發布勸返在緬甸北部 從事不法活動中國人的通告 凡是不聽勸告的 將會面臨凍結銀行戶口 禁止子女入學 註銷戶口甚至拆屋等懲罰 強硬威脅下 今年已經有超過萬海外華人返回大陸自首 根據大陸警方和媒體說 很多利用網上交友 或賭博進行詐騙的犯罪集團 都是來自海外 主要集中在緬甸北部 柬埔寨 菲律賓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其中的詐騙分子 幾乎都是非法偷渡出境的中國人 但緬甸一境 就有超過10萬從事網絡 和電信詐騙的中國非法移民